24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当天中和两国空军在日本海东海 西太平洋海域上空组织实施 例行性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此次巡航正值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亚洲 并在东京参加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 据法新社消息 日本防长汉信夫成 虽然中和军机没有入侵日本领空 但这些举动具有挑衅性 军事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中和当前已是常态化联合战略巡航 其他国家不应对此说三道四 也不要心中有鬼自动对号入座 根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 此次战略巡航是根据中和两军年度军事合作计划进行的 这也是中和两国空军实施的第四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2019年中和在东北亚地区组织实施首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此后在2020年12月 2021年11月 又分别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回顾中和四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官方消息发布 此次是最为简短的一次 首先从数字上看 前三次中和联合空中战略巡航的消息在200字左右 此次只有91个字 其次从内容看 没有如此前一样公布巡航战机机型和数量 此外消息也没有提及中和开展空中战略巡航的意义 24日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图九五和轰六进行战略巡航的视频图像 视频显示了从图九五起飞与轰六执行巡航政务 直至返航降落完成任务的全过程 俄国防部同时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军机严格遵守国际法有关规定 为侵犯他国领空 韩列社24日的报道称 两架轰六轰炸机和包括图九五在内的四架和罗斯战机参加了此次巡逻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 联合巡逻在日本和中国东部海域上空持续了13个小时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也都表示 重合军机没有入侵其领空 但据法新社消息 日本防长岸心浮城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军机没有入侵日本领空 但鉴于目前正处于美日印澳自发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期间 这些举动具有挑衅性 日本政府已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和中国 就相关举动表示严重关切 军事专家宋忠炳24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和当前已经是常态化联合战略巡航 此次行动是年度例行性计划内的行动安排 而且日韩都提及中和巡航是在公海领域进行 没有危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 因此完全是正当的 既然美日可以自由飞行 为什么中和不能自由飞行 其他国家不应对中和联合巡航说三道四 宋忠平表示 日本防长称该举动具有挑衅性 完全是内心有鬼自动对号入座 中国并没有制造假想敌 恰恰是因为QUAD峰会有很强的指向性 是针对中国而来 所以一些国家才会对中和此次 常态化行动又额外解读 事实上对于解放军而言 这种训练强化的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能力 而不是相反